介面我們有一些基本姿勢之後 我們現在再來是關於物件的操作 我們現在畫面已經有一個視窗了 我們按中鍵可以旋轉畫面 按著中鍵加shift 可以平移畫面 再來就是關於我們的物件 物件要怎麼移動呢 我們一樣選到物件 我們這裡按左鍵都不會移動 再來我們要告訴他3blender說我們要怎麼操作 他的操作是按g是grab g是抓取 按了一下就可以放開 抓取 我們就可以移動我們的物件 不過在這裡我們移動物件的話 他都是以我們的視頻面在移動 所以我們角度不一樣的話 我們移動起來的位置也是不一樣 他就是依照我們現在是畫面的這個視頻面 去移動我們的物件 這裡方便大家理解 我這裡給大家一個 我們再開一個視窗 開一個視窗 來說明 好我們到一個旁邊視角 那我們現在這裡的話 我們這裡按g平移的話 他是依照我們畫面視角 所以他這裡他不是照著畫面 照著他的空間在移動 這是大家要注意的部分 好 好 按g是移動 r 會英文叫rotation旋轉 你看他這裡旋轉的話他也是以我照我們的視頻面去旋轉 然後 插放 我以前等比例縮放 所以其實在他正在視角上看起來是沒差 rotation 還是對正在我們的視角旋轉 好這裡的話我們這裡操作 我們要如何把它回歸原來的狀態呢 你看我們這些 轉的位移 我們當然可以我們用這裡 歸零 位置歸零 但是有一個更快的方法叫 按著alt 配合我們的剛才的 g位移 r旋轉 s 縮放 我們按著alt 選到物件alt g他就會 把 g 位移的 歸 歸回零的位置 按著alt r 他就會把我們旋轉歸零 回歸到 不能叫歸零 他就回歸出死狀態 alt s 我們剛才這樣縮放成0.369 被 alt s 讓他可以恢復原來的樣子 好 再來就是 我們 基本上在3D操作 我們基本上不會用四平面的方式來做移動 基本上還是跟3D空間有關 那我們要怎麼操作呢 按著g之後 移動 我們可以配合xyz 快捷鍵 我要告訴他我要在x樓上移動 按x 他就只會在x樓上移動 按y 他就只會在y軸上移動 按z 他就只會在z軸上移動 旋轉位移縮放 他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rotation 我們要針對z軸為軸心去旋轉 就配合按z 他就會z軸為軸心旋轉 按x 他就以x為軸心旋轉 好 這裡的話其實這邊我們都可以配合數字 所以我們先回歸 我要旋轉30度的話 我就可以r 我要針對z軸 旋轉30度 我們就可以結塊 用數字輸入30 他就只會 他就會轉30度 然後 他就這樣就會轉30度 然後我們縮放一樣按 縮放 我要針對x軸 縮放 兩倍 好 他就針對x軸縮放 兩倍 然後你會想說 他並不是 沒有照x 沒有只有兩倍 因為他其實這裡是 我們會有軸向 我們是以世界軸向來做 目前針對這個物件的操作 所以如果我們改成local 的話 他就會以他自己的軸向去做縮放 我們先把 縮放先回歸 所以 這樣 在local的狀態下 按 注意這裡的殘數 數字變化 我們scale 我們針對x軸 要縮放兩倍 在local模式 我們才會針對物件 原始的他自己的軸向去做縮放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我們現在這個物件本身的軸向 在這裡 這裡 可以把物件的gizmo打開 x y 他的位移旋轉縮放 這個介面打開 就可以知道他這個物件本身的走向 當然這個 介面操作出來 這個gizmo是可以拿來 操作我們的物件 箭頭的部分就是 位移的grab 圓圈圈就是旋轉的走向 然後中間上面一個方形就是縮放 不過其實blender 因為他有這樣 GRS快捷鍵的操作方式 其實這個gizmo其實 比較少 比較不會有 在blender其實比較少人會把它開起來用 除非你是用 Max Maya 其他的軟體 他們會比較 我們先回歸 回歸圓圈 好 這就是針對我們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